我們要持續追蹤國道三號南下雲林路段這一起四死的重大車禍 當中的遊覽車上面的死者是一名年僅12歲的賴姓男童跟48歲的朱姓女子 母子意外雙亡 而其實爸爸是科技公司的員工 當時趁著公司的家庭日帶著12歲的龍鳳胎兒女 還有包括太太一家四口是開心出遊 而且一家四口坐在遊覽車的最後一排 沒想到會遇到死結 痛失妻兒 從此天人勇格 爸爸強忍悲痛 緊緊牽著女兒的手 不敢相信兒子當場身亡 信奈的太太失去生命跡象 也緊急被推入醫院搶救 一家四口開心出遊 最後去世天人勇格 我不知道 死者搭乘的遊覽車 車尾撞毀 玻璃也被撞破大洞 原來當時全家人就坐在遊覽車最後一排 十二歲賴姓男童是弟弟坐在最右側 旁邊是四十八歲媽媽 再來是爸爸跟姐姐 卻沒想到碰上車禍 車尾嚴重毀損 猛烈撞擊力道導致坐在撞擊點旁的 毛子雙雙身亡 據瞭解爸爸是新竹一間科技公司員工 二十一號公司家庭日 帶著十二歲龍鳳胎兒女跟太太全家開心出遊 卻沒想到途中碰上重大車禍 痛食妻兒 家庭日開心出遊 死亡車禍卻撞回一家四口幸福生活 在劉靖怡方忠誠SNG小組與您報導